车向停等红灯 右前方突然爆闪 下一秒火光四溅 火瀑布倾盆而下 往下面骑士零过去 电线杆爆炸 焗烘火光吓死人 火星狂喷 枕头往下倒 下方停让救护车的骑士全遭殃 疑似是变电箱炸开 碰一声附近408户瞬间跳电 有被吓到一转身就是 像那个盐水风炮 那么响 好大声 从另一个角度看 碰一下火星乱炸 还好没有喷到人 爆炸伴随恐怖电流音 网友吓坏 救护车里在的是露西吗 有救护车还爆火花 是魔鬼终结者 救护车一路火花带闪电 谁拿菜刀砍电线啊 求底下骑士心理阴影面积 到底是谁乱发誓 有人杜劫失败了吗 因为有鸟类碰触到 我们配电设备造成了火花 408户停电6秒钟 屏东凌落30号傍晚 小鸟乱灼电线赶 一万一千伏特漏电 作案鸟当场惨死 爆炸瞬间火瀑布 往人群冲 让人捏把冷汗 记者屏东报导 我是哈远宇 不用说故事 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 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 两千三百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宇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锁定中视频道